这一课我们来讲常见的段落格式设置 首先让我们从对齐开始讲起 常见的对齐有左对齐、矩中对齐、右对齐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叫做两端对齐 那在word当中左对齐、右对齐、矩中对齐都特别好理解 比如这个标题用的是矩中对齐 而两端对齐是什么呢 那两端对齐现在已经是word默认的对齐方式了 那它和左对齐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的状态是两端对齐 那我现在给它变成左对齐 右边就会变得参差不齐 而当我选择两端对齐之后呢 文档的左边和右边都会变得非常的齐 那这就是两端对齐 下面我们来讲行人间距和段落间距 那行人间距特别好理解 就是word当中行与行之间的距离 而段落间距呢 就是两个段落之间的距离 那具体来说它又分为段前距和段后距 在word当中如何调整 行间距和段落间距呢 受上节课自己的启发 我们可以来到设计选项卡 看到这里有段落间距 我们看到现在的样式是默认的 它是段前段后距都是0镑 行间距呢是1 下面的无段落间隔跟默认的其实是相同的 那这里还有其他的选项 这些选项就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行间距和段前距 段后距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自定义 下面我想调整一下整个文档的行间距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默认的行间距是单倍行距 那我点击一下就可以选择其他的行距了 在这里顺便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公改一下行距 因为默认的单倍行距用来读英文的话没有多大问题 但是如果看中文的话就稍微显得有点吃力 一般我们会把中文的文档调整行间距在1.2倍到1.5倍之间 好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多倍行距 那我在后边输入1.2然后确定 现在就调成了1.2倍行间距了 读起来是不是稍微舒服了一点呢 刚才我们是通过调整模板来调整整体的行间距 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具体的段落 来调整选中的段落的行间距 好我在这里选中下面这几个段落 然后来到这里 在这里就可以调整选中的段落的行间距了 当我把鼠标放在不同的行间距上 就可以实时预览效果 我也可以在这里点击行距选项来自定义行间距 可以看到这个对话框跟之前是相同的 我们当然可以在这里具体的调整行间距的数值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调整段落间距 很多沃尔小白增加段落间距的方法就是敲回车 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不高效 而且有时候容易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我们想快速高效的增加一点段落间距的话 我们可以来到刚才调整行间距这里 那在后面有两个选项分别是增加段前距和增加段后距的 好那我在这里增加一点段后距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段落间距明显的是增加了 那具体增加了多少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小三角 还是打开了跟之前相同的对话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段后距呢增加了12磅 在它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段前距是0行 所以我们增加段前距或者段后距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增加绝对的磅值 另一种方法是增加相对的行距 无论是想选择行或者磅作为单位都可以直接输入 下面我要讲的是在中文排版里经常使用到的 手行缩近两个字符 那我选中这些文本 除了点击刚才段落右下角的小箭头 可以打开段落的对话框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直接右键 然后点击段落也可以打开这个对话框 我在缩近选项这里点击特殊选择手行 好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出现了两个字符 那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点击确定即可 好现在我们就整体做了手行缩近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标题 我不想给它做手行缩近 怎么办呢 那我可以选正这个小标题 然后右键进入段落 我们还是来到特殊 只要选择5就可以取消手行缩近了 还有一种更快也更符合直觉的方法 就是把光标放在段落之前 按一下退格键 就可以删除手行缩近了 下面我想让这篇文档更加好看一点 我想美化一下小标题 那我可以选中小标题 给它更改一下字体 加粗更改一下颜色 扩大一下字号 第一个小标题的格式做好之后 如果想把下边两个小标题的格式 变成跟它相同的格式 那我们不需要再做重复劳动 只要用格式刷工具就能解决 要使用格式刷工具 分三步 第一步选中原格式 第二步点击格式刷工具 第三步 当鼠标变成刷子形状的时候 来到目标位置刷一下即可 如果我们双击格式刷 在我们刷完一处格式之后 那这个刷子会继续保留 如果想退出格式刷工具 只要按一下ESC键就可以退出了 最后我想讲的是诡异的行间距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文字 它是一倍的行间距 非常的紧密 当我扩大一下字号 扩大到小4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里的行间距 明显就不是一倍行间距了 那这是一种典型的行间距 不受控制的情况 那除了这种情况 你还会遇到其他的情况 在这里我首先讲一下 解决方案 只要我们选中文本 然后右键打开段落 注意看在这里有一个 如果定义了文档网格 则对齐到网格 那它前面默认是打对号的 只要我们把前面的对号取消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先不修改了 我来讲一下原因 我们可以来到视图选项卡 然后把网格线打开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文本 是一行占了两个网格 现在让我们来调整一下字号 当我缩小字号的时候 这时它变成了一行文本 占用一个网格 而当我再次扩大字号的时候 那它逐渐的又变成了一行文本 占用两个网格 我们继续放大字号 那现在又变成了一行文本 占用三个网格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勾选了 如果定义了文档网格 则对齐到网格的时候 那一行文本 只会占整数行的网格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只要把前面的对号 给它取消即可 最后我们再把网格线 给它隐藏起来 那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